立国文化 演讲的 我们70后这一代 dos 属于那种摸爬滚打 随便养的就养大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啥 照片从来我就不觉得是一个传递真实的一种雷剑 照片骗人才狠的 越是真的东西,越把人骗得越厉害 什么有图有真相 但我觉得这个真相往往是有问题的 但是照片的魅力也就在这 我希望我的照片是开放的 我的照片并没有让我变得对这个世界理解的更多了 而是说可能会更混沌了 我觉得好照片的指向都是指向虚无 有一年采访小浪底水库 当时那个船在小浪底水库翻了死了60多个人 然后我们去看就看他们怎么去捞那些尸体 但是也捞不上来说底下都是淤泥 岸上都是他们的亲人 当然悲痛欲绝吧 因为这边岸上有很多人 水里边有60多个人 好像离得很近 又离得那当然就是生死之别了 就觉得这件事挺而虚无 这件事是总体来说不太讲道理的 照片应该是人和世界的一种自然的感应 往往这些东西是超过道理的 我的照片没有提前设计 对我来是一种偶遇和奇遇相遇邂逅 因为它不可听也不可控 这个就像命运一样吧 我在乎的是照片上有些东西溢出了 又有一些东西沉在深处 我希望看我照片的人他是自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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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